先从之前的逻辑语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过大概两次的逻辑语吧 这两次我就正在研究逻辑语的一些语句、内容、语法、文字之类的 后来其实上上礼拜我又开始研究世界语 逻辑语和世界语是不同时间发展出来 世界语已经有快一百多年了 可能超过一百年 逻辑语只有1988年开始 所以逻辑语才二十年左右 不到二十年 所以它两个的资源、世界语还是比较丰富的 这两个语言都是属于人造语言 我们现在资讯领域讲的语言通常是程式语言 用来写程式的 程式语言通常有固定的文法 有BNF 我们现在的文法几乎都是用BNF语法来描述 那有另外一个强化式的BNF叫EBNF OK EBNF 那两个基本上能力是一样的 只是写起来有点不太一样而已 那这里是逻辑语的BNF语法格式 那大概上上礼拜我就是在研究这个罗基语的BNF语法格式 但是后来我觉得实在是这样的语法你要学习并不容易 你可以看到这是罗基语的语法格式 你可以看到它的语法有这些 那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 但是其实它这个不是标准的BNF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全部列起来 到底会有多少行呢 我也不清楚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原始码 这边原始码有248行 但是前面还有注解 所以大概一百多行吧 OK 一百多行 可是即使这样它的BNF语法还是很难记 像我学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很难搞清楚它整个BNF语法的结构 那这样子要学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 那我们能不能更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那另外一个是 逻辑语是有它自己的单字系 像Klamour就是搭车 那像这样的单字是不是你要去背 但是人的脑袋不太容易背 所以之前我们在看逻辑语的时候 我不是在讲说 OK我们如果把这些单字给变成中文 那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语言 叫做罗汉尼 那我用中文来写逻辑语 是符合逻辑语的语法 但是呢 却是用中文写 那你如果原本是英国美国的人 那他使用英语 那他就用英语来写 符合逻辑语语法的句子 那就OK 但是现在我看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还很不容易 因为逻辑语语法太难学 所以呢 这一个版本并不是完整的版本 真正完整的版本 是以这一个Grammar 300 的这一个为主 这一个是官方 他说只要刚刚那个版本有问题 全部以这个为参考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程式码结出来的 它是YAC的输入 有一种编译器的编译器 叫做YAC OK 那它是YAC的直接程式码的输入 OK 所以这个版本才是真正能够执行的版本 那刚刚那个版本是不能执行的 它是一种不是写程式的人写出来的 OK 所以它基本上可能不够严格 那这个版本就可以执行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版本更长 这几千啊 这几千啊 对 我去看喔 结果它光是这个版本的格式 你看 一千八百行 那去掉表头的话大概还有一千七百行 一千七百行的语法我怎么记得住 没办法 即使我记刚刚的那一个版本 我都已经很困难了 更何况这个膨胀的十倍更困难 所以有没有一个方法 那让逻辑语或者是人造语言 在使用你原本自己的词汇的时候 可以非常简单 但是呢 重点是电脑又可以很容易的解析它 那这就正是我们计算语言学想要讨论的主题之一 计算语言学一个领域是自然语言处理 但是自然语言处理实在是太难 特别是自然语言理解或者是复杂语言的翻译 那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做一点规定 也就是说我把自然语言的词汇加上人造语言的语法 那我能不能让它变得人很容易写 电脑又很容易读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一旦人很容易写 那我写出去 比如说我中文写出去 那电脑很容易读 读完之后呢 它就把这个句子或文章 它直接翻译过去 变成英文 那翻译成英文之后 哦 我们不再做结构转换 字面翻译就好 把字面翻译成英文 之后呢 对方就直接看那个英文版 那老外呢 也用这种语法的英文 来写文章或语句 然后给我看 那我看到中文版 问题是 它会是一种 不太像中文文法 也不太像英文文法 但是字你都看得懂 这个东西 那这有点像 比如说日本人写汉字的时候 日本人写汉字 我们都看得懂 对吧 但是 除了汉字以外的 我们都看不懂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假如日本人百分之一百写汉字 那你看不看得懂他的句子 理解 这就差不多是我们那个问题 那 而且日本人百分之一百写汉字 但是 我们看不看得懂 这 这个部分 我们还没规定到语法 因为 日本 日文的语法也是一种自然语言 那如果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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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用他的想法去写 那 他写的是汉字 但是我们看不看得懂 他很多 他其实很多 有些字都是汉字 对啊 对啊 而且 可是日本 日语现在 除了汉字以外 还有五十音嘛 那我们看到那个五十音我就 很头痛 对不对 那虽然我学了 一个学期的日语过 但是 现在已经都忘光了 那他们的语法 确实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他都写汉字 我是看得懂的 很多看得懂 比如说 日语语法是 是 S 中文语法是SVO 就是主词 动词 受词 那日语语法是 S O V 主词 受词 动词 好 举一个例子 说 我们中文说 我爱你 那就是 我 爱 你 爱在中间 爱是 动词 对吧 OK 那日语语法是什么 他是SOV 他说 私は あなたの 好きです 我 你 爱 他不是怎样 所以 因为 可是他们 他们不是汉语 汉语衍出去的吗 他是一定要跟中国不一样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他们本来就有口语 他当初 他们只是没有文字而已 对 他当初大化革新的时候 是来这边 学了文字回去 对 他们只是没有文字 他们还是有那个文化 对 他们本来就有 其实 语言这个东西 的历史 已经不可考 很久了 文字的 自然生成一种语言 对 文字的历史 往往还是可考的 那 譬如说中国人会说 猖截造字 那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的话 那 那个 文字 我们知道发明了 但是 其实 语言 对 语言的话 原始人可能就有语言 语言应该是自然生成的吧 对啊 搞不好 在百万年前 就有语言 有人类就有语言 也不一定 对啊 只要发得出声音 你觉得那个是语言就是语言 对啊 其实 其实 听不懂欸 其实 他有一个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 他 得到生物 诺贝尔生物奖的贡献是什么 你知道 他的研究是蜜蜂的语言 也是啊 蜜蜂也只有语言 对 那蜜蜂没有办法讲话嘛 那蜜蜂的语言是什么 他发现蜜蜂会跳一种舞 蜜蜂好像就这样转 他反正又转八字型来什么型 对 那他蜜蜂转 转什么形状 是有意义的 他不是乱转 但他转的形状通常是指示食物在哪里 对 其实差不多 动物都是以食为天 所以 蚂蚁其实他会分泌菲若萌 所以 蚂蜂不需要靠语言 他就分泌他的菲若萌指示食物在哪里就可以 但是蜜蜂因为他其实灵活性比较高 他也没有办法在空气中分泌菲若萌 然后说 诶 食物在哪里没办法散掉 对 所以呢 蜜蜂是采用舞蹈的方式 在指示食物在哪里 那那个生物学家 就有点像 诶 诶 不是有 有人听过法布尔昆虫记吗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著 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法布尔 当时就是一个早期的生物文学家 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做生物学 但是他不是写论文 他是做了生物学 他一直观察动物 一直观察动物 后来他观察了之后 他特别喜欢观察昆虫 因为昆虫可以养在家里 然后 他后来就把他观察昆虫的东西记录 那后来 到了他五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书 所以他就一路写 写到八十岁 总共写了十本昆虫记 那这个昆虫记就变成 在昆虫观察的生物学领域是一个经典 公众电视其实后来也有播国外拍的 法布尔昆虫记系列 那我儿子的书架上都有 法布尔昆虫记这种书 只是比较简单版的 你会看到 当你去观察昆虫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连昆虫都有语言 那人怎么可能 在日本人当时会没有语言 一定是有的 只是 只是他们没有文字 所以后来日本造字 我不确定它是什么时候 它的五十音是什么时候造的 那韩国造字是很晚的时候才造的 那韩国本来很多都是用汉字 对啊 对啊 那后来它 刻意了要跟中国做一个区隔 所以它才把 造出现在你看到那个 什么一堆方块啊 什么那些东西 只能学来 那种文字 很像注音 对 那它是有一些规则的 但我看不懂就是了 应该是有一些规则的 那那种韩国方块字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如果你打算学韩语 你可能就得从那边开始 很像在画画 很像在画画 对 那台湾的话基本上就是汉字嘛 就是汉字 就是喜欢繁体 对啊 繁体 对因为大陆已经改成简体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 大陆已经 是少数用繁体的 其实 目前用繁体的好像就只有台湾跟新加坡 新加坡也在用 对 那新加坡 对好像还是在用繁体 香港已经改 都用简体了 而且香港本身就有自己的话 他的话 写成汉字 写出来我们都看不懂 所以我们才是 所以台湾跟新加坡是正统的 他们已经 背离正统 可是文字语言本来就会一直变啊 你说 所谓的正统是什么 其实 也是啊 因为以前也是各方语言在统一造成的 所以说 李诗吧 李诗 对对对 那时候书同文嘛 车同鬼嘛 对 那时候就等于是又在官方再定一次 那所谓 小传 对 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是自然在演化 所以会有很多方言 你看闽南语可不可以写 其实闽南语 你 我儿子现在有闽南语课本 啊 课本里面的那些字 你看了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 你是可以 可以看得懂 可是 也是啦 可是闽南语现在越来越 越来越没落 就跟原住民语是一样 是吗 我觉得还好咧 我觉得还好 就是闽南语其实现在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人蛮注重的啦 特别是金门 像那个 我们学校之前有一个江伯卫老师 他就 对这方面 就很热衷 那只要是闽南的东西他都热衷 包含那个建筑啊 文化啊 语言啊 只剩下原住民语啊 原住民语 我不知道耶 可是自从赛德克发来之后 听说 有不少原住民开始 小孩开始回去学他们自己的语言 有啦 也有一些人会发起一些活动 不能让自己家乡的语言没落 其实母语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 但是说 就是 就是 学习语言的代价 其实好像不违背 因为 很多 国家的人 他本身天生就会用三四种语言 像瑞士就 就是 那 所以其实 只要是小时候接触的话 新加坡也是一样 对你来讲 不见得会有很大的障碍 可是新加坡为什么有台语 有英语 国语 可是他们念起来都很奇怪 新加坡的 不是台语 他是闽南语 对啊 会穿差一些国语 会穿差一些英文 因为新加坡跟金门的 关系非常密切的 很多新加坡人都是金门迷过去 我知道都是金门迷过去 那 那个 那个 叫什么 诶 无尊那个 那个 那个 国家叫什么 马来西亚 不是不是 那个 文莱 文莱 文莱有一半是小金门人 对 我应该有跟大家讲过 对 照到现在我们在产石油 反正文莱算是蛮有钱的国家 很小 对很小 还有一半是小金门人 对对对对 这很有意思 也是啊 那有些金门人都蛮喜欢移民到那些东南两地 那是不得已啦 金门有一段话已死 那通常是不得已 所以前一阵子金门还有一个导演他拍了那个就是就是叫什么就是属于金门人移民的那个故事 是啊 以前战断太多也不得不移民 对对对对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移民是一个很矛盾的情节 因为有些人移民出去之后就是在海里面就死了 那有些人呢就是就是到了当地但是过得不好 那少数人呢到了当地之后会变得非常有钱 所以那些后来金门移民出去非常有钱的人很多又会再回来就是就是给金门的乡亲就是告诉他说OK我现在现在已经在哪里落地生根了 然后我我我我属于就是任主归宗然后才见宗旨然后所以金门很多宗旨都是移民出去比较成功的人他才捐钱回来继续去修那个宗旨 所以像我之前在湖下的时候住在湖下的时候他们修宗旨的时候哇就一大堆那个修落成的时候一大堆的那个新加坡 所以这两边关系其实是很密切 那所以呢我现在想做一件事情 因为逻辑语的语法你看这个一千多行我实在不能忍受 所以我决定自己发明语言 我自己发明一个语言这个语言的语法你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学会 那你学会这种语法之后呢你就可以照着写 但是你不用学单字你不用背单字 为什么因为你就用中文 你用自己的语言 对你就用中文写这种语法的语句然后给电脑 电脑读到语句之后呢他帮你翻成这种语法的英文吧 那给外国人看 那如果外国人看的都没问题 那外国人也写这种语法的语句 然后给电脑电脑呢再翻译成中文给你看 那如果这样的沟通模式是行得通的 那我觉得这个计划就算非常成功 程式技术我现在发现几乎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正在把之前的逻辑万国语的IDE 还有翻译系统改成太极八怪语的IDE 和翻译系统 那所以我们待会今天要来看的就是太极八怪语 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看的部分 太极八怪语 好这个名字很奇怪 但是你为什么为什么叫做太极八怪语 那是因为我在上礼拜的时候 第一天我发就是就是发展这个语言的时候 我第一个语言我叫太极语 那后来呢我发现他可以一直进化一直进化 那就变成从太极语进化成两语 再从两语语进化成四项语 再进化成八怪语 那八怪语呢 为了要让大家很容易的看懂可以写 所以我写了一个八怪语写作手册 那目前我正在发展太极八怪语的IDE写作环境 反反应系统 那可是呢 在我写错头影片的过程当中呢 为了提高他的乐趣一点点 所以呢里面有一些十八镜的内容 所以我们待会不看这个十八镜版本 我们会看马赛克版本 因为马赛克过的版本 比较适合在课堂上讲 那你可以看啊 你可以看 但是你不要一边选择 看了人家已经这个网站跟你说 这是十八镜的内容 然后你又要看了 然后你又说 为什么你这样讲 OK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太极语 太极语什么叫八怪语 那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 对不对 来自周易的 易有太极四生两仪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怪 其实我之前记得是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相 四相生八怪 OK跟这个句子稍微有点差异 好 那 是吗 所以 我们的八怪语目前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人和人沟通的问题 那这一系列就是太极两仪四相八怪 那其中太极语的结构最松散最弹性 八怪语的结构最严格 太极语基本上就是 不管你怎么写都叫太极语 你只要写得出来的语句一定是太极语 太极语基本上就涵盖了所有的东西 可以写出来的所有东西 所以才叫太极语 所以才叫太极 基本上它就是一种包含所有的语言 包含所有语言的语言 那八怪语就有语法了 所以你写出来的语法不一定是八怪语 可是当你写成八怪语的时候 电脑就会比较容易懂 那电脑比较容易懂 就达到我们计算语言学的想要的东西了 比较容易懂 比较容易处理 比较容易转换 比较容易翻译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本来我想说再做一个万化语 后来我发现不用了 我们到八怪语其实就够了 后来我就开始设计八怪逻辑 所以这一段没有改掉 那我们会写整合写作环境 IDE和翻译系统 那透过这两个系统 我应该会弄一个网站 搞不好 这个网站有可能会 先放在我的网站上 那之后可能会申请一个独立的网址 再来专门营运这个系统 好OK 那稍微休息个几分钟 那我们再来看什么是太极语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去看 你可以决定自己决定 你到底要看这个版本 还是看马赛克版本 好吧 OK 那这个你自己决定 但是 当你决定完之后 欸 请你如果你看到一些 马赛克的时候 你可以跳过去 如果你选马赛克版本 看到马赛克的时候 你可以跳过去 这样子 不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好吧 好 那我们 先 到这边 简介先 简介完 我们休息一下下 我们休息一下下 谢谢大家 tast 谢谢 是的 谢谢 感谢观看